今年的五月 台南北区的新公路跟中二路口 有一個兩塊外的小孩 過車路洪隆市 地方有這麼多減少 驚訝 驚訝也加強執法 也不過在這個月找到 離以外發生三百公車的新公路 跟公園的路 公園路口 還有一個富林人 走在過路線讓汽車撞到 人是隔著便宜 是好知道說沒有死命的危險 救護車來到台南新公路跟公園路口 準備協助受傷的民眾送依 台南一名富林 到晚時 客戶山 驚訝也賢定民 扣一台回家的汽車撞到 是讓他的很多有長期 不然在這裏當中 在這個路口 過年今年五月 一位兩回的小路洞 扣農到過新的地點 只有三百公車 過去幾個月 慶訝也是不斷傳到 客家 但是也還有加速的民眾 無尊小庭用行人 除此一月 今年六月底 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 修正道路為幾幾點新桌子路 在南市高隆郊統計到七月底 第幾個月 進行舉法案件 就要接近十萬驚 其中竟有將近六萬驚的 交通危機到蘇林 就要幾點出份 其中 已超速一萬八千驚訝最多 這六萬多件並不是 全部都在台南市發生的 那這些案件的 違規太陽最多的是超數 人行道違規停車 或交叉路口違規停車的話 這如果違規行為成立 會計違規點數一點 東南市高隆郊說 加蘇林一年來 為幾幾點十九十二點 將會鋁鑊交連國外 東南市高隆郊是提醒 如果受到交通危機檔案時 如果是為幾的加蘇林 並不是車主本人 車主就必須在法庭地名住民 他們告完的日期進行 伴利整個事實的加蘇林 繼續煩訝但沒得 呜呜